侯友宜加油 说到做到新美29区里长串联 到国民党中央递出连数书 要替新美市长侯友宜黄袍加深 迫在眉睫了 你看那个民进党都已经提名了 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出主席 赶快来决定来征召我们侯市长 在基层我们的气势本来就很强了 我们会朝这个目标一起努力 只是侯友宜还没出现 光是选策会成员就蒙上黑影 让侯友宜急着表态拒绝 黑金复辟 深陷风暴中心的傅昆奇说话了 闲时在脸书发出声明 喊话欢迎侯友宜一起承担 而这所谓的承担可有两个层面 本人在这里诚挚地呼吁 最强母亲侯友宜 请你公开站出来宣布参选总统 台湾需要英雄 希望侯市长能够承担大任 面对所有的事情 我该说的话都会说 该做的事都会做 选策会如果不尽理想 也请侯市长来接收 接管选策会 我们都乐观其成 身为从警政出身的 面对黑金 我们一定要不但严峻季节 这才符合人民的期待 傅昆其成为蓝营选策会 第一个跳出来挺侯 占总统的成员 不过张亚中开炮了 直言政治记者会还是公开回呛 是欢迎承担还是请军共业的挑衅 傅昆其公开向侯友宜叫板 这是傅个人的考量 还是诸付体制的决定 本来党内定于一尊的那种氛围 已经很重了啦 不然为什么侯友宜出来讲一个话 人家就叫他定于一尊 如果今天是我出来讲话 怎么没有人叫我赶快宣布宣总统 可他现在也一直用他自己的方式 在告诉大家说我有准备嘛 对比民进党的定于一尊 国民党还没走到提名城市 还搞出让基层难以接受的选测会风暴 绿营作弊上官近看来营内乱 这是朱主席乐见的吗 结果向林晨佑台北报道 好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往往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 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